在那个剧集里面呢你可以做执行 不过呢在这边执行应该OK吧 想讲三个步骤已经够简单了 以后的话你可以做很多动作 只要你工作每天重复的动作 你都可以全把它录下来 变成一个按钮 以后按下去就完成了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像刚刚同学问的就是 列数会不是固定的 可能现在列数是100列 明天可能是200列 在后天300列 不可能每次都在录一遍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透过修改程式来达到你要的效果 修改程式部分的话就是VBA了 其实它帮你录下来就是录成VBA 那在哪里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执行应该没问题吧 在这边有个编辑 其实如果你要看你到底录了什么 你可以按一下那个编辑 旁边有个编辑的按钮 那编辑的话它会帮你把程式叫出来 跳出来就这个东西 这就是里面的玄机所在 以后VBA就是要跟它相处了 所以有几个重点 跳出来这东西 请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的习惯 我会让它变浮动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程式可以一边比对 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拉那个左上角那个角落 然后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浮动在上面 然后我可以看一下我Essale里面的情况 再决定我要修改什么地方 或者修改什么程式 那第二个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 程式呢我们有两段 所以你会发现它基本上的结构 一定会是在哪里呢 模组里面 写了两段程式 一段是串接 一定是sub开头 sub串接 然后呢一个是清除 所以呢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模组 里面放了两个sub 两个副程式在里面 那这个结构我想请各位要慢慢习惯 因为以后就是这样在写程式 那再来呢 还有几个问题可能要注意啦 就是说 诶字太小对不对 请各位注意一下 工具 上面有个工具吧 选项 撰写风格 把那个字 大概放大至少12 12这样看应该会比较 因为它预设是9号字嘛 工具的撰写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里面 把它改成那个 大概12号吧 12号 不过它好像还太小 我把它改大一点 因为我这个萤幕 可能还是后面同学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把它改 试看看吧 如果还是不够大的话 你再跟我讲 我再把它放大一点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基本上呢 如果 第一个串接嘛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sub开头 串接 名称就是我们刚刚打的 后面一个小刮壶 然后end sub结束 所以这个是一段 那里面的话 如果单引号开头的 都是所谓的注解 那注解哦 我是建议上面东西很碍言 我习惯把它删掉 好 然后呢 按个TAB键 我习惯什么 第一个步骤 做什么 把游标放在什么呢 E4储存格上面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慢慢要熟悉什么 它里面的语法 它基本上呢 是藉由物件的概念呢 去控制什么 控制Excel上面的 所有一切画面的东西 那储存格 它用什么 Range物件 刮壶E4 指的是E4的储存格 点Slate指的是什么 一个方法 顾名示意嘛 游标放上去就点Slate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把公式有没有 游标打勾嘛 那第二个步骤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做了什么呢 那后面1跟2 后面有什么东西 请勸自己用白话文 自己打一个叙述在上面 这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至于打什么 你自己打好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是建议 你录完聚集之后 一定要写一些注解 因为如果你不写注解 你根本会忘记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所产生的这些成事 那其实录制具体的好处就是 可以当成你将来 在学习VBA的一个基础 因为很多程式你不会写嘛 怎么办 没关系啊 录的就好了 录下来看一下 那以后的话你可以两边参照 如果将来以后熟的 连录都不用录了 就自己写就好了嘛 对不对 有些不会写没关系 可以用录的 所以我常常说 有些同学不会啊 你就先学会录制嘛 至少再来就学一些基本的编修 就是程式的编修能力 这样应该第一阶段就够了 第二阶段就是你要录更复杂 然后可以写更复杂的东西 这样的话 应该大部分的功能都可以写得出来 但是还是需要慢慢跟他好好相处 因为这东西其实说真的 对于没有写过程式的人来说 还是一个不容易的东西 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打勾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实际上就是下面这一句 所以123 我们会有一个第三 单引号开头就是注解 3 就是我们把它向下填满 有没有 所以我们向下填满 这些注解我想自己打 清除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了 清楚的话就是我们1 好像是做了那个 先单引号开头 1 我们好像游标也是放那边 所以你游标放那边之后的话呢 那Ctrl Shift向下 其实你会发现就第二行 Ctrl Shift向下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在VBA里面 写这些动作的话 那其实 这边上面都有现成的程式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 按Delete 所以Delete的话呢 在VBA里面呢就是什么 用一个方法 叫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呢就是清除里面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用Clear的话 就是清除所有包含格式 那Clear Format就是清除格式 这慢慢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好那你这个地方就知道说 它录下来的东西都在这里 那请各位就是注解稍微把它注一下 我123后面空下来 请各位自己再打一些字 反正让它可以 你自己可以看得懂 为原则 一般我会把它改成类似像 这边我有完成的 因为理论上 我其他地方上课我都会 请同学去云端上面看 因为我把东西放云端上 因为这边我们Google好像没有 没办法连上去 所以也没办法做 那理论上 一般如果你不用公用云的话 你可能要私有云 就是可能公司内部 慢慢还是要自己公司内部的云端 因为这个是趋势 工业试点里面一个应用 就是云端的应用 资料可能都要放云端上面 但是这个可能要慢慢的 有些东西 如果没有 那可能不然我们就是 还是讲义里面也有 你可以看一下 讲义里面好像我也有把那个画面 录制的方法还有画面 这边都有 有没有 我是加注解 如果加注解的那个 这上面都有 也许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 这个云 这个云端上面的 讲义上面的叙述 能够增加你VBA的功力的话 那你就是怎么样 多录制聚集 然后再多加注解 所以你工作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重复的动作 请切记啦 还没事就练习一下 那其实之前也蛮多同学 来上 其他地方上课的同学 他蛮聪明 上班一定都会用到ease 上班就顺便练习上课讲的东西 所以他一期课上完之后 他已经变得很厉害了 因为他上班都在练习 有没有 然后反正 而且他效率也提高了 老板非但没有觉得他不妥 反而还鼓励他 甚至他下一期课 学费是老板出的 老板说 你突然感觉你效率提高了 你下一期课 学费我帮你出 这好事嘛 而且他也学了一个 多一个技能 对不对 将来他如果 在公司上又要升迁的话 说不定 内部升迁一定要有个技能 可能就一定要一个VBA的技能 如果没有 那可能就没办法升迁 很多都有这种限制 所以当然效率也提高了 所以他每天 他发现以前一直忙一直忙 他现在呢 每天还可以喝咖啡 看一点东西 因为他事情做完了 他效率整个提高了 工作的品质呢 也会非常的高 就是你可以很充容的在做事情 而不是很多 很多人每天都很匆忙的在做事情 这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做事情的那个感觉 其实完全是不同 步调你可以放慢 然后很精确的就把事情给做完了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就规划了 比较长远的 那你可以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又多出很多时间 你又可以练习VBA 那练习 那以后工作的话 就会更厉害了 所以大概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提到效率部分 那另外刚刚有同学提到就是说 那个向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下一列 它一定是103 为什么呢 因为录制的时候这边也显示14到103 这边也有一个103 但是目前这个数字是固定的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改成变动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学会如何修改VBA程式 那怎么修改 我想暂时我们先不讲 因为后面还会再提到VBA的撰写 等到讲到那个部分的话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部分该怎么修改 不然的话呢 有些地方还是有点难度的 那我们接下来刚刚入制 再来的话呢 就不是入制了 就是要自己写了 自己写的话呢 其实程式也不多 就三行程式 也可以写出来 你只要了解什么 怎么去控制 以Sail里面的物件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那你可以取代什么 取代你以前的滑鼠键盘的动作 那怎么做呢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所以刚刚是录制聚集所产生的 但是它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它会有一些限制 就是你录固定的 那如果你不希望被绑住的话 怎么做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那你们也把这个部分完成 一样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按Ctrl键 然后把它改成VBA 聚集 再来就VBA了 所以我们不是用Root 是要自己写的 那要怎么自己写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样 开启Visual Basic 开启Visual Basic 然后再来做后续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是 就是OVA